诗篇第100篇 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齐 普天下当向幽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幽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幽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阿们 96篇到99篇是 具有一个连贯的主题 就是宣告耶和华的王权 那么今天我们所诵读的100篇 是这个系列诗集的结尾 那这个100篇 它的结构很简单 自然分为两大部分 一节到三节和四节到五节 然而这两个部分 每个部分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感恩的呼召 呼召我们来感恩 另一个就是感恩的理由 那他这个里面就我们分这个是这种交叉对照的方式 A B B B A A B A B这样的交叉对照的辅射 首先我们来具体来看第一段 一节到二节 这里面说到了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的护照 那这里面普天下 那这里面普天下当然就是指万民 呼吁万民都要来到大君王 耶和华上帝面前来敬拜 来欢呼 那这个要求是无条件的 向所有普天下 所有凡有血气的人类 所有上帝按照他行献样式所造的人类 发出这样的无条件的护照 万民 普天下 都当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从创造论 从创造的目的 人这种存在的被造时的目的来说的 虽然堕落之后 亚当的后因 不是所有的人都敬拜真神 有的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 顽梗背腻 背离耶和华去拜偶像的 但是 所有 亚当堕落的后裔 他仍然是 神的形象 仍然是人 上帝所原初所创造的那个人 只不过是 背离神 远离神而已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抹除 他们作为人这种存在 应该敬拜神的 本分和义务 所以在这里面向普天下 所有的万民 发出这样的呼召 无条件的 邀请他们来到 这位 独一的真神面前敬拜 但是这里面 二节里面说了 你们当乐意 侍奉 有啊 那这里面乐意 心 反映出了与造物主 救赎主 大君王 一起和谐 生活的这种喜乐 与神同在的时候 他们才有这种 甘心乐意的 喜乐的心 去侍奉神 那在这里面 也其实暗示了 我们对上帝的顺从 对他权柄的顺从 是发自我们内心的 这种喜乐 并且 因着他圣约之应许 而做出的这种 感恩的回应 我们对他的顺服 并不是苦哈哈的 不是因为出于恐惧 虽然我们说敬畏 但是敬畏里面包含着 对他的惧怕和对他的爱 爱的心是我们甘心乐意 投奔他 敬畏他 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谨慎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的顺服 不是因为 只是恐惧战情 出于对君王 暴政的这种 不得不的屈从 不是这样的 而是因为内心的喜乐 甘心的 乐意的 出于对他 圣约应许 因为他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甘心乐意的 回应 这是我们曾经多次讲到的 基督教的伦理 我们基督徒的侍奉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基于恩典 上帝是谁 基于恩典 他如此恩待我 信实拯救我 所以我对他是 发自内心的爱 感恩的回应 所以我甘心乐意去顺服他 所以当一个人 进入到他的同在 一定会以诗歌歌颂 为祭物献给他 这是何意的 进入到他的同在 被他的威荣 被他的恩定 所征服 必然会以歌唱 恩为祭物献给他 那这种献祭 以感恩 以颂赞为祭 献给他是 是理所当然的 是合一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这样的二节到三节 这样的事奉 是理所当然的 是合一的 是恰当的 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将祭物献给偶像 把称颂 荣耀 尊荣 敬拜献给偶像的话 这是不合一的 因为偶像无法承受 作为人 这种尊规的神的形象式的敬拜 因为这种敬拜 唯独献给神 就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参孙的父母 玛提亚 他和他的妻子 当看见神的 优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们就恐惧战惊地 要献祭给他 使者禁止他 他说到 你们当献祭给耶和华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使者也悦纳了 他们所献的祭 就证明他们 这个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 是神性的存在 是神 是在旧约里面 上帝以耶和华的使者的样式 形态去显现出来 一开始是纠正他们 避免他们出于盲目的 人本性当中恐惧 被这种超然的显现 恐惧就盲目的献祭 要让他们知道 献祭敬拜的 应该是神 所以旧约里面 先知们责备 以色列百姓的 愚昧无知的时候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将 侍奉敬拜 唯独献给神的敬拜 献给偶像 所以斥责他们的愚昧 甚至说 你们因为冷 架起一堆篝火 结果篝火 用篝火烤肉 烤饼吃了 天饱肚子 然后火落架了之后 剩下的那个烧 一半剩下的那个木柴 一边烧的黑黑的那个木炭 另一边是剩了个木头头 你们就雕刻个偶像 去敬拜他 就用这种强烈的画面 强烈的意向 强烈的反讽的方式 去斥责 以色列百姓的愚昧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 将归给神的荣耀 却归给那个人手所雕刻的偶像 那个曾经架着火烤饼的柴火 木棍 木棒 结果被雕刻成 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 智慧和公义 雕刻成的偶像 去拜他当作神 就斥责他们的愚昧 所以拜偶像是不合一的 不应当的 不合理的 敬拜独一的真神是合一的 因此在这里面 向普天下 所有的 凡有趣息的 虽然是偏行几路的 亚当的后裔 按照神的形象样式 所造的人 发出这样的护照 应当来向他歌唱 应当来侍奉他 应当甘心乐意的 侍奉他才是 那么为什么要侍奉他呢 三节里面说到了 这种颂养 圣约颂养 说到 你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神 这里面说到了晓得 其实就是解释了 列国野兽邀请 向耶和华欢呼歌唱 必须要认识 耶和华是谁 他是耶和华 他是百姓 姓靠他 靠着他的恩典 和赐福得以存活的那一位 那耶和华我们之间也提到了 是信使守约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面 这个意义 耶和华的名字的意义 才清楚地被启示出来 在这里面提到了当晓得 是来自我们说到亚当和他妻子同房 亚当就认识 知道 亚的 晓得 是指认识和承认的意思 他们应该承认 他是圣约之主 耶和华 他是独一的真神 因着这样的承认 所以才把那个单单 应该给独一真神的 那个敬拜和侍奉献给他 才是 所以当晓得 这种认识成为 侍奉和敬拜的基础 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九到二十四节 里面所教导的 父 上帝在寻找那些 以真理和圣灵 来敬拜他的人 因着真理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 因着圣灵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到这个真正的敬拜 真理给我们指明了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 神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 明白 晓得 那圣灵带领我们 按着赐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使我们能够照着所 知道的真理去侍奉敬拜他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解释了这种敬拜事奉的原因 当晓得他是这样的神 所以这样的敬拜是合一的 此外呢 这里面也说到了 他们应当承认 他们必须向神交账 我们都是他所造的 上帝创造我们 证明我们和我们这种存在 和上帝之间就有一种 无可推诿 不可无可逃避的关系 上帝造我们 我们是出于他 他是我们的主 我们礼当 活在他的面前 敬拜侍奉他 并且向他交账 亚当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 自存的存在 亚当被造 是因为出于神 所以上帝用命令 教导他 他作为被造的神的形象是 应当以神为神 以主为主 顺从神的命令 就是他的生命和祝福 这是生命术所象征的 反过来 违背神的命令 就是死 就是黑暗 就是堕落 那是善恶果树所象征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人这种存在 本来就不是孤立自存的存在 我们自己像孙悟空一样 从无父无母 从石头里跳出来的 蹦出来的 欺骗孙悟空他也有源头 那个石头 对不对 我们人不是自存的 所以我们竟然出于神 因此神就是赋予我们存在 和存在意义目的的那一位 祂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礼当我们要回归于神 敬拜祂 侍奉祂 我们所有的价值 意义 人生目标 都应该从祂去寻找 所以脱离神 我们不仅是陷入罪中 黑暗当中 愚昧当中 死亡当中 我们的人生也变得 没有生命力 没有意义 也没有幸福和价值和意义 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 信仰上帝不是 让人变得愚昧 而是让我们 得到了真正的大智慧 知道宇宙的起源 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的原理 知道我是谁 我出自哪里 我为什么存在这个世上 我现在问题出在哪 人类的悲惨是在哪里 在上帝那里给我们解决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将来人类在上帝救赎和审判的计划里面 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光景和状态 我们借着上帝的启示的道 圣经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智慧 所以亲近神 回到神的面前 反而让我们用我们堕落的理性 败坏的本性 甚至天赋 永远无法测透的那样的真知识 具有生命和意义 给我们带来真正幸福的那个真知识 才能从神那里获得 所以一切的生命和真理 智慧和知识 价值和意义 幸福都是来自神 所以在这里面 向他交账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是出于他 无神论者 自然神论者 虽然掩耳盗铃 闭上眼睛 蒙上自己的眼睛 故意装作不认神 但是他们也无法逃避 他们是出于神的这样的存在 虽然他们的背逆和反叛 一时之间蒙蔽自己的心眼 自欺欺人 但他们终究因着自己的欲丸和背叛 要受上帝公义的审判 因此我们看到 这些来礼拜神的百姓 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 因为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我们是他的名 这个概念很明显是恩约性的概念 出埃及记之后 在神明记里 在出埃及记里面 记载着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 拯救以色列百姓 特在西乃山下再次重温亚伯拉罕之约 与他们立约 让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上帝要做他们的神 这是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百姓 使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利 特殊的地位和福分 得以成为神的子民 我称你们为我的儿子 你成为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我的百姓 这是特殊的地位 以色列百姓能够听神的话 领受神的启示 能够礼拜神 这是神的特权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这样 然后第二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这是一个寓意 一个象征的说法 象征着上帝和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牧者 诗篇二十三篇的教导 耶稣基督也亲自在 约翰福音十章里面 谈到了这个异象 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恩约百姓 神的儿女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仅是他的民 我们就像他草场上的羊 是属于他的 而且是在他的治理牧养带领下 在他所引导的草场上 获得生命 并且可能获得更丰盛生命的 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是蒙爱的 不只是被造的 而且是蒙恩的 恩约的百姓 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意义 就是指着 在他的护理下 我们享受何等大的祝福福祉 在上帝的主权下 不是那种被独裁者统治 那种苦哈哈的 悲惨的 剥夺自由的那种命运和生活 活在上帝主权之下 愿你的国将来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乃是回归我们原初 创造那个堕路之前 亚当应该顺从的那种生活 当然亚当没有进入到那完全顺从的状态 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那个范例 显示出一种完全以上帝为主权的 那种生活是何等的 真正的生命和意义 那么在神的主权之下 就是我们的祝福 因为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是祂的羊 所以在牧者的引导下 这是牧者的主权 在牧者的看护下 防范各种地区 在牧者的预备下 草场 在祂的预备的草场里面 我们才能够得向安息 出入得草吃 得以生命 而且得到生命的供应 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活在上帝的主权下 并不是剥夺了自由 当然会失去现代西方文明里面的 所谓自主的个人人权的那个自由 因为人没有那种绝对的 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 你活在任何社会当中 有法律 有社会功德 有良心 还有上帝的这个制约 所以人不可能拥有一种绝对的 不受任何干预的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上帝赋予我们自由 但是那个自由不是绝对的 要受一些法律 制约 是吧 社会性等等 上帝道德法 福音的约束 当然这种约束是 在救恩的里面是 给我们新生命了 让我们甘心乐意 但是我们甘心 新生命是愿意顺从 但是旧的 堕落的 腐败的本性呢 却是讨厌 所以在这个顺从的过程当中 又有旧本性的拦阻 诱惑 因为旧本性喜欢犯罪嘛 喜欢与 与罪 与撒旦为伍 与世界为伍 因此清晨这种张力的时候会痛苦 当我们向爱世界的心 妥协的时候 我们就不愿意顺从 上帝的统治和话语 因此产生了这种讨厌 或者是困难的这种张力 但是真正被圣灵和恩典充满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会甘心乐意的 爱慕并且愿意顺从神的话 所以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是有这种灵和肉 与世界征战的这种痛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的意来说 顺从上帝的主权 在上帝的主管下 是我们的祝福 是真正的祝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当 当他试图脱离上帝的同管 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错 决定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他愚昧的开始 他人生悲惨的开始 堕落的开始 罪的开始 死亡的开始 逆向推过来就是 我们回归神的主权 顺从神 这是福音呼召我们的 要做到的这个地步 基督断开我们一切罪的权势 死亡的权势 把我们从罪和咒诅 等等拯救出来 今天继续地在我们里面 做公用 他的恩典和真理 更新我们 要脱离 救我们脱离任何罪的影响和权势 所以在这里面 羊和草场这种牧人的意象 也清楚地表达了这种 在上帝主权之下 护理之下 羊认牧者的声音 追随牧者的引导和牧养的时候 出入才得草吃 夜间休息的时候 有羊圈的保护 出来的时候 有牧者的引导和看顾 他才有真正的生命和丰盛的祝福 然后第二段的感恩的护照 就是四节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那这里面就是 前面说到了你们 这是一种集体的告白 引发人们去向耶和华感恩 那在这里面提出了另一个呼召 就是你们当进入他的门 当呼召他们 你们进入他的门 进入他的院 这个就很明显是圣殿的意象 进入门 进入他的愿 去朝见神 礼拜神 是圣殿的这种画面 所以呼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进入到他的同在 进入到他的殿中 去礼拜神 当感谢他 当称颂他 将感谢和称颂献给他 发出这样的呼召 敬拜的群体 穿过大门 进入圣殿的院子 这里面的动词 进入 那与第二节 意为来 是同一个字 那重拾了赞美的呼召 前面说你们要赞美他 称颂他 对不对 来 向他歌唱 来 那这里面进入他的殿 进入他的门 去感谢他 称颂他 重复 如果把一二节和四节 当作一个单元来读的话 那种命令的语气 所形成的这种 平行对仗就更加清晰了 一节二节 当欢呼 当侍奉 当来 然后四节 当进入 这个进入刚才也解释了 十三节里面来的同一词 同一个字 所以是形成了这种平行对仗 当感谢他 当称颂他 一节二节 为神为王 神的王权 为着神的王权而欢喜 喜乐的欢呼 四节呢 则强调 集体敬拜的行为 前面欢呼 因着他的王权 他的创造 我们属他 我们是他的名师 草场一样 然后四节就开始 呼召我们进入到 他所指定的殿 圣所愿意来敬拜他 他们以称谢和赞美 前来 来到神的面前 两者都是 为了所有的福祉 而感谢他名 合一的祭物 无论是称谢也好 赞美也好 都是因着我们先领受了上帝的福祉 我们知道了他 我们知道了他和他给我们恩典 所以我们感恩 然后献上这种合一的祭物 就是赞美和 称谢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默想诗篇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旧约里面充满了恩典 基于恩典的那种感恩 那种侍奉的呼召 邀请 在今天 我们活在新约时代 福音的真光已经全然照耀显明 无论是我们读新约书信 还是学习罗马书 还是从基督教要义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真理 这些福音的恩典 基督徒的生活 就应该充满了对神的感谢和赞美 所以如果反过来 当我们忘记感恩和赞美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神的一种背叛和忘恩 我们应该 因为我们已经蒙了这样的大的恩典 虽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其实有各样的困难 信仰软弱 生活不如意 身体有疾病 然后甚至人际关系当中 遇到很多麻烦揪心的事情 不错 人活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困难 毕竟我们处在这个救恩完成的 这种中间阶段 这个世界并不是理想的状态 毕竟还是处在混合状态 神救恩的百姓 我们自身也是混合状态 包括这个世代 山羊和绵羊混在一起 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信的和不信的 而且是不信的是绝大多数的 而且甚至文化里面充满了抵挡上帝的这种文化 那必然教会就如同在这个世界当中 羊群进入狼群一样 甚至是教会如同光在黑暗当中一样 甚至教会就如同军队在地上一样 需要不断地过征战的生活 所以一提到这些概念的时候 就充满了张力 劳苦 艰辛 忍耐 所以我们也应该存着盼望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连被造物 因受罪的瑕疵 他们叹息劳苦 等着神的儿子的名分显现的时候 更何况我们这些 神的百姓呢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虽然在 向着完全救恩实现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叹息 有劳苦 有各样的试炼 内外的艰难 但是仍然我们有盼望 不仅盼望将来的盼望 而且今天 我们也仍然可以称颂神 救着神的恩典 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 我们应该时常数算神的恩典 不忘记神的恩典 学习带着这样的意识 去称谢他给我们的恩典 不管是当下你祷告 得应答那个恩典 更重要的是 他创造我们 他拣选我们 他救赎我们 他赐给我们救恩 他称我们为他的子民 他的羊 他成为我的神 我的牧者 他时时刻刻在暗中 护理我 保守 引导 供应我 他借着教会 看顾 保守 牧养 警戒 鼓励 照顾我 这个本身都是神的恩典 那不用说一般恩宠当中的 一般普遍恩典当中的 阳光雨露 我们的气息 血液的循环 生命仍然在保留 延续 呼吸的每一个空气 吃的每一个好吃的 生命得到贡献 这个都是值得感恩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更懂得感恩 不信耶稣的人 我记得2000年以后流行奇怪的 中国这种共产主义社会里面 无神论者们 奇怪的学习一些基督教的一些论调 我们要学会感恩 说报听的 他们的感恩顶多是一种自私的感恩 对不对 我们要感恩父母 感恩社会 他们严格来说 他们根本不懂得感恩 他们的感恩的广度和深度是绝对有限的 因为他们的认识是有限的 他们感谢的都是表面的 没有办法根深蒂固 像我们先祖们所认识的 所谓的饮水私缘 那个缘顶多缘到父母 而且其实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 他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也是有限的 所以顶多是那种自私的 因为父母生了我 因为什么什么地 那种感恩都是因为他对我好 那种表面的利益交换 那种概念上的感恩 所以丢姊妹 真正懂得感恩的是 应该是基督徒 纵然我们在试炼当中 我们会因着暂时的艰难 我们可能时候有时候视线模糊 有的时候会沮丧彷徨 有的时候甚至灰心等等 但是应该常常保持感恩这种状态 所以神的话语的提醒 圣徒之间彼此的劝勉 常常在参与到礼拜当中聚集在一起 听道赞美祷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把我们的目光从表面的艰难和现象当中拉回来 心思拉回来 重新专注在 比现象 眼见的现象更真实的 神的话 神的应许 神的作为 然后让我们重新 心灵转向上帝 重新获得智慧 获得力量 恢复正常 面对当下现实现象 眼前的困难的力量和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发出这样的感谢是合意的 是神的百姓 称神为善 满了恩词 he said 与信实 emna 那在这里面我们 神是良善的 为什么是良善的 他满了他的恩词 信实 注意 恩词和信实 也是恩约性的概念 与恩约有关系的 上帝的属性 上帝因着他的恩词 施恩给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先爱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然后施恩救赎我们 呼召我们 与我们立约 这就是他的恩词 他救我们的动机 是基于他自己的爱 他是有爱心 他决定爱我们 并不是我们可爱 他决定爱我们 施恩给我们 所以这是他的恩词 信实是什么 他爱我们 他与我们立约 应许 借着耶稣基督 赦免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永生 等等 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 应许了 他就坚守他的应许 女人的后裔 亚伯拉之约 大卫之约 摩西之约等等 耶稣基督的信约 他既然爱我们 就爱我们 到底这个爱我们 到底不光是不变性 这种不变性体现在约的概念上 就是信实 他一定坚守 他应许我们的 他既然拯救我们 应许救我们 他就一定会施恩拯救到底 他绝不会被信 纵然我们被信 但是上帝不会被信 所以信实和恩词 是恩约性的 上帝的属性 他是良善的 神对他的百姓 仍然是信实的 因为他已经立约 要如此行 所以他一定会如此行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看不见亮光的时候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坚持 不是因为我们喝了心灵鸡汤 自己鼓励将来一定会好 心灵鸡汤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好 没有根据的这种确信 没有任何保障的 为什么明天一定会好呢 明天有人出车祸横死的 不好说对不对 出生的日子 我们每年过生日纪念 死的日子我们不知道 几岁死 出生未见天日的 死在胎中的 有无数被堕胎的 或者是死胎的这种情况 无数 出生几周几天 几岁的死的 夭折的无数 然后青少年 我们认为未来充满 无限希望的 这样的灿烂的生命 离世的 早逝的无数 壮年的时候 甚至在 已经被公司或单位任职 然后在庆祝的时候 结果猝死的这样的无数 出车祸的死的无数 我们怎么敢保证 我们将来一定会好 这都是自我催眠 毫无根据的 没有保障的 但是基督徒可以相信上帝 虽然我们不敢保证 将来我们的地上的生活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飞黄腾荡 我们不敢保证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 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光明的 为什么 这是在基督里 上帝向我们保障的 有三一上帝 整个救赎计划作为支撑 他的启示 在圣经当中 黑纸白纸不变 天地废去 他的律法 他的话 一点一话 也不废去的保障 有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良心里面 印证我们知道 神的话 也是真实的 有古代无数的圣徒 都可以做见证 是吧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基于这样的 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我们可以确信 我们的生命 在滩里面是美好的 而且是越来越美好的 虽然在地上活着的 这个形态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会飞黄等等 但是我们的生命 是一定是蒙福的 蒙神祝福的 最终的结局 一定是好的 上帝的计划里面 安排我们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位置 是不是成功的 或者平凡的 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但是至少我们 继续活在神的里面 这个生命是 可以得到更丰盛生命的 当然在地上活着 我们因着神的爱和信实 我们可以在凡事上 去求告他 去交托给他 去寻求他 对不对 因此我们是可以 勇敢地面对将来任何挑战 无数基督徒 不信主之前 都是很忧虑的 很焦虑的为将来 因为无数的人 不是出生在这种 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一出生就成为富二代 这个名称贴在他的这个出场 合格证上的 他不需要忧虑 所有的出路资源 已经摆在那 只要他人不死 活着一定在物质上 地位上是不会缺乏的 已经有那样的 基本上的保障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是那样 很多人不是那样 很多基督徒 包括他们虽然生活很富裕 但内心当中 有莫名的这种 没有意义 没有喜乐不开心的 这样的也有很多 但是当他们信了主以后 他们人生里面就像光 照进他们黑暗的心灵一样 使他们对未来 充满了喜乐和盼望 原因就是这样 福音就是真光 照在黑暗当中 驱除黑暗 赐给人盼望 赐给人希望 赐给人力量 赐给人活下去的喜乐 勇气 所以弟兄姊妹 有一点我不敢保障 不敢保障将来 大家一定会分化 飞黄腾达 作为牧师 没有这个保障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 你若爱神 你如果体贴圣灵 顺从神的话 全心依赖他 活在基督 活在优华 牧者的主管和带领下 你的生命一定是光明和丰盛的 无论你将来遇到顺境和逆境 任何苦难是达不到你的 只要你艰辛依赖他 在他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命运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再在亚当里面受助主的生活 在亚当里面人生只有灭亡 黑暗 吃肥牛 争吵 还不如吃素菜 相和睦平安 这个话 不管是指夫妻和家人的关系 吃肥牛 活在咒诅当中 还不如吃素菜 活在祝福当中 什么意思 知道吧 一种被咒诅的家庭 天天吃山珍海味 但是同床异梦 不和睦 就像地狱一样 一种蒙了神的祝福 虽然活得平平淡淡 吃的是出他淡饭 但是里面有生命和平安 生命是幸福的 是平安的 所以不敢保证 大家一定会在今世上飞黄腾达 但是可以肯定的 上帝应许了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享受这种喜乐 蒙福和得胜 或者说丰盛的生命的 所以弟兄姊妹 眼见看现在现实 我再补充一下括号 之前我跟大家讲 我们在韩国 读了博士也好 硕士也好 你凭什么保障 你将来一定会找到好工作 我讲这个目的是 让大家看清现实 现在这个现实是这样 但是无意思打击大家 不要努力去 作为留学生也好 努力是必须的 但是不要没有上帝的努力 靠自己努力 是吧 建立在自信里面 那种虚妄的努力 我的将来一定会好 我们一定要谦卑 为什么 无数比我们优秀的人 他们面临这么现实的社会 我们所谓的卷和竞争 现实是这样 但是基督徒仍然有盼望 在干旱无水的日子 上帝仍然知道如何眷顾 那些敬畏他的人脱离失恋 所以我们一方面不依靠自己 谦卑 知道现实艰难太难了 但是我们屈心的仰望神 主啊 怜悯我 在这个时代 你竟然让我也有 我应该在社会上 能够立足的位置 发光作业 不仅我透过工作 我可以供养自己的生活 解决生计 供养家人 成家立业等等 或者什么资金上 支持宣教 事奉推进上的国 让我有力量去做 对不对 照着你所能的去做 对不对 你没有力量 又没有恩赐 又没有物质上的 你怎么去 在各方面去帮助别人 对不对 有那样的位置 但是你要把你的依赖 依赖在神的信实和怜悯上 所以一方面现实艰难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愈发的投奔神 无论是留学生 还是在韩国工作 就业的肢体 一定要带着信心去生活 这种信心不是心灵 基地上的盲目的乐观和自信 而是知道现今的艰难 但是随时随地 心里面去投奔那位 掌管宇宙的主 在这样艰难的时代上 主啊 引导我 给我出路 让我可以 在任何你喜悦的位置上 不仅供养我自己 也供养别人 我知道一个传道人 他蒙昭之前 他透过福音书和新约书信 已经看到了作为传道人 追随基督的结局 就是在受苦的心智上 如何面对 无论是逼迫 误解还是物质上 但是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智 去奉献做传道人的 神呼召他 然后离开工作岗位 就完全凭着上帝的供应去生活 上帝也在好几年当中 不断地试炼他的同时 也养活他 训练他一种纯粹的心智 去专心爱主 侍奉什么 把不在心 不在被物质捆绑 但是不被捆绑 不意味着传道人 就可以靠着呼吸空气活着 对不对 他也需要人民币 也需要吃饭嘛 对不对 但是神也不断地供应他 但是虽然供应他 有的时候富足 有的时候 基本上是在那种 将将够结局的生活 但是年轻的时候 无所谓 随着年龄的增大 父母年老了 他就有一种心里面愧疚感 为什么 按年龄来说 他应该供应父母了 父母也年龄大了 应该作为儿女 虽然侍奉上帝 没有职业 但是应该有供应儿女的 这种心志心愿 就讲 觉得有一种愧疚的父母 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主 既然我是传道人 为你服侍我 不后悔 但是 给我力量 哪怕稍微给父母 有这种生活费的能力 不是为了贪心 为什么 父母养我们 虽然孝不一定给钱 是代表所有的孝 但是至少 尽儿女的一点义务 能够补贴他们的生活 毕竟父母年龄开始大了 等等 然后这样 一方面带着愧疚 又是想这样的 祷告的时候 渐渐的上帝给开除了 然后从每个月给他500 或者1000等等这样的 虽然不是什么大钱 对于有钱的人 可能500 1000 这是十年前 和500等等 等等 这样也不算什么 有的人 那么一个月甩1万2万 有钱 一个月赚10万 给500 那么骂父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作为传道人 没有那么多富裕的生活 就那样 所以后来他祷告以后 渐渐的也开始改变 我讲这个目的什么呢 连传道人没有工作 这样的人 只要他正常的思考 上帝都顾念他的需要 对不对 更何况弟兄姐妹 上帝给你们在社会上 生存的某种技能 虽然留学生可能现在还 自己的生活技能 还没有找到这种岗位 那种没有存在感 到底自己定位在哪 越是这样的时候 越谦卑 主啊我该走哪条路 我在这个世上 你给我的能力 才能是什么 我将来要走哪条路 你引导我 装备我 使我不至于走弯路 向着那条路走 那我们今天在韩国工作的也好 在家退休 国内退休的也好 无论是就业的 还是在 已经在公司里工作的 或者打工的等等 无论怎么样 你的愁苦 一定要交给神 让我们做人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如何去尽各样的本分 一个是天 上帝给我们的水平的本分 一个是垂直的本分 让我们不断地依靠他 所有的愁苦在他的面前迫切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不是贪心 你那种凭着清洁政治的良心 所求得合一的 上帝都一步步地引导你 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惧怕 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 有主同在 你就不至于绝望 让我们也时刻地去思想 他过去给我们恩典和现在的恩典 将来我们也盼望他给我们恩典 这样常常在他的面前 将我们数算他给我们的恩的时候 我们将应该归给他的赞美和称颂归给他 因着他的良善 因着他的慈爱 因着他的信实 我们安稳在他的里面的同时 也应该将合一的 应当的赞美和感恩献给他才是好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 无论现在你当下处在什么样的愁苦 担心和忧虑 身体的精神的灵性上的痛苦 将你的祷告 交托给神 在祷告当中迫切地依靠神 不是为了贪心 而是为了合意地寻求 去迫切地交托给祷告 交托给神 将重担泄脱给他 在祷告里面得到安慰 我们心里面才有把握 确据和平安 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才能感 才有感恩的心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 啊 哇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